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国内题 这个侯友宜呢 终于跟这个兰英的小鸡来个便当大会 很多人觉得早就开始了 早就应该开始嘛 小鸡都在翘首盼望 希望母鸡赶快出来带领大家 今天我们看到有参与的 包括游书会啊等等 转达了很多很多细节 吃什么很重要 来晚餐时间 大家看来是不是饿了 不是老三便当了吧 他上次找人家这个吃饭 结果来个老三便当 大家觉得 哎 拜托啊 太没有sense了 对不对 这次吃什么 当然吃新北的一些特产嘛 不是吗 你看到卤肉饭啊 台湾的平民美食 泡菜笋啊等等 卤白菜啊 有没有 超接地气的食物 据说大家吃得很开心 那上次呢 这个老三便当被骂翻了 当时说是这个 当中央订购啊 不知情啊 是有人在黑猴有余吗 不是嘛 那时候怎样 还没有上井发条 所以连这个政治sense都没有 所以这次吃什么 当然很重要 绝对不会订老三便当 好 要订冠军便当了 是不是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当然这个细节就在于 讲什么呢 今天金普聪也有出来 双双双邀请双北的小鸡吃便当 他告诉大家 对不起 步调慢慢上轨道了 这时段还算是蛮有温度的谈话 先跟大家不会吸累 有没有 对不起啊 做得不好啊 我们看到包括柯志恩啊 文宣组的陈国军啊 这新闻界的我们的老将 齐强啊 还有这个子哲啊 全部都出席 他说 因为个人努力不够好 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现在已经慢慢上轨道了 但他不讲大话 他耐操 耐劳 会拼了啊 大家希望能够一起打赢选战 最主要 最主要的是 会有好的政策出炉 好 今天这个时会 在下午的节目中转述 他说今天气氛相当不错 来留下了张照片 大家看到没有 侯有渝在中间 穿着白衬衫 牛仔裤 还有这个小白鞋 还蛮潮的 小心坐在这里 对不对 罗志祥站在这里 大家看到 这张看起来是朝气蓬勃 大家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当然后面写的什么 同志大团结 团结是最重要的 也是之前最被人家所诟病的 但是我们看到 除了团结之外 议题的掌握能力 非常非常重要 这四个字 大家真的很有感觉 都说这个民进党 债留子孙 侯有渝说不对 是债留曾孙 确实是如此 从这个金额来看 是不是 极度惊人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蔡英文 告诉大家说什么 她说没有债留子孙 然后说是马英九 对不对 说是马英九 当初留下了多少钱 她说马英九八年执政 增加了一兆四千亿 到一兆七千亿之间 而她做总统 才只有四千多亿 经济还持续增长 我们低级GDP不是 负三点多吗 负三点多 所以她讲的到底 对还是不对呢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接下来有很多 像包括马英九 马办那边 有很多很多的讯息 但这笔账怎么算 大家知道 我稍微请介大使 来谈一下 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蔡英文 她很喜欢用这个 特别预算的方式 就绕过国会等等 所以几乎现在 每一笔都特别预算 什么钱栅 什么防疫等等 那这也很难监督 那你到底算不算在这里面 其实它就是一种 会计技巧 对不对 作账 很多这个公司 好好懂得作账 让你的账变得很漂亮 所以蔡英文 现在已经执政七年多 该是到了算总账的时候 她有没有债留子孙 或是债留增孙 可能很多人 对于会计科目 细项不太懂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大的概念 也就是说呢 这个网络民调嘛 你的直观的感觉 特别是我们过去新闻中 大家看到很多 比方说一下子 给高雄那么多钱 对不对 盖个渔港要这么多钱 还有包括防疫的时候 有没有 还有这个日云的县市 能够拿那么多钱 还有八千八百亿的 前瞻预算等等 大家都有印象啊 所以万人网络民调 一面倒 一面倒 怎么说呢 这是YouTube的一个频道 发起网络民调 到下午三点半 超过一万多人参与题目是 蔡政府说没有债留子孙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百分之八十三的网民认为 不相信 不相信 大家很懂 特别预算都没有算进去 懂了吗 我们的网友真的是冰雪聪明 好我们一起来讲 好继续 再来一张 好所以说呢 这个蔡英文的执政成绩 接下来当然是赖清德 如果说他选上的话 他要接手 这笔财政上的烂摊子 首先他要面对 但是他能不能选得上呢 也不是躺着选 算盘没有这么好打 所谓的在野风暴 即将要成行 在野风暴 民进党前立委李俊逸认为 在三角都的情况之下 选民会自动弃爆 而且在野阵营 已经开始自动整合了 非常担心 民进党无法抵挡住 这场破坏率强大的 在野风暴 他认为郭台铭参选的几率是零 为什么 因为当选的几率太低了 所以目前他认为 郭台铭的大动作 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 那在野如果整合的话 之前我们算过 六成以上的民众 希望民进党下架 但建长我再问一下 这个柯文哲讲的 三步亦没有 没有是最重要的 没有柯文哲 当副手的这个选项 所以你觉得呢 那这样的话 前面的三步 或者前面的在野整合 都是假的吗 就没得谈了是吧 如果说只有我来担任 领导者的这一个条件 先压在那里的话 那怎么样来整合呢 对不对 他怎么样说服侯友宜 其实侯友宜 他就是一个我们 军公教的一个典范 他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他说不排斥合作 不主动接触 不政治分赃 没有柯文哲 担任副手的选项 翻译成白话文 就是说你们来找我谈 对不对 我只要当政 你们要当副的来找我谈 就也许我有这个副的空位 那你们还要来找我谈嘛 对吧 那我不可能是当副的 所以条件翻译白话文 就是这样对吧 我再讲一个秘心 大家可能不知道了 那也就是说 那个我们现在要选的是 2024年的总统 其实2020年 柯文哲心里 有没有起心动念 有 他在2020年之前 他就找了各个领域 那外交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 介大使 那但是他有找军事的 他有找经济的 各领域的专家 来到他的那个市政府的会议室 那会议室后面写的就是 一团和气的那个会议室 来跟他做简报 来让他了解 各个领域是如此的 所以他现在才这么大 硬气 那他所以他现在觉得 他的那个民调 事实上只落后赖清德 他觉得他应该来 应该是大家来支持他 但是就是我 如同我刚刚讲的 侯友宜才刚刚开始加速 我们最近就看到了很多 后发先制的 大家不要认为 侯友宜一定会选输 对就有点这个 触底反弹的感觉 今天我们看到包括这个 郭正亮 包括游云龙 都觉得这个侯友宜 最近的表现变化不错 他真的是起跑有点慢 有点慢 相对于刚刚建长讲 这个客户很早很早就开始了 但是侯友宜确实有点慢 所以他也跟小姬讲 对不起 有没有 希望大家大团结 然后他也开始 包括今天这个起手室 如果说这个 跟小姬这个见面之后 他讲这个再留 增孙 大家真的是这四个字听了 是蛮有感觉 而且一听就懂 太阳心全校客废 客废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友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